來看一下題目 植物受到紅橙黃綠藍金子光照 哪一個生長情況會最差 生長情況會最差表示它 就沒有太多作用 看不見它 會看到紅色的葉子 它反射紅光 會看到黃色的花 它反射黃光 它這要講的是 綠色植物要行光合作用 哪一個情況下會讓它的情況最差 他就是光最不被吸收 所以它就會最差 誰啊 可愛的帥哥男友嗎 35 35在睡覺 好我不要理你 26 26 然後他沒在睡覺啊 我知道他沒在睡覺 他開不起來 開不起來你起來啊 起來啊 答案 綠色 為什麼 因為 就是綠色 那什麼 好啦不要為難你啦 綠色 因為綠色會反射綠光 它對綠光吸收最差 不吸收就沒有能量就不能行光合作用啊 什麼啪啪啪之類的啊 所以呢 綠光 所以綠光 OK 好 停車站接問 紅蘋果 看起來紅紅的 隔著綠色玻璃子看變啥顏色 很簡單啊 我講我考就考這個啊 我跟你講過 為什麼會是綠玻璃子 玻璃子 玻璃子是可以透光的 好來可愛的 11 星星 選豬哦 豬什麼顏色 接近 接近黑色 為什麼呢 因為綠玻璃子就是它只讓誰通過 只讓綠光通過 紅蘋果是指反射紅光 反射的紅光通過綠玻璃子被吸掉了 紅蘋果變成什麼顏色 黑的 所以我們講過考就考這個嗎 黑的 OK 那請問你 白光照玫瑰花看到花瓣是紅的 藍光照玫瑰花它會變什麼顏色 OK 講過了都考這種題目啦 會考也考這種 會考也考這種題目啦 就這樣就好了 No.23 23 蛤 什麼都黑色咧 都沒有別的顏色哦 原意一樣啊 因為你會白色是通通都有照過去會成紅色 然後它只反射紅光 那你現在拿藍光照被吸收掉就沒有啊 沒有啊就變黑的嘛 所以答案就黑黑色 就這樣子 再說一次 考試考這種 不同的考法 有人畫一個方格子 寫著九宮格 然後問你什麼 然後問你讚比例幾比例幾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好 也是這樣弄的 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OK 有人有問題嗎 了 很好